1949年的時候進入中國時報 什麼是戒嚴? 38年國民政府來台灣 那是戒嚴的時期 1949年到1987年是戒嚴的時期 小妹妹你們可能沒有經歷過那個時期 對不對? 我們是有的 所以這個記者許春旭就是戒嚴 戒嚴之後 他進入了中國時報 這是198年 那策展人就問他說 你認為台灣你最喜歡哪一個年代? 他就說戒嚴的10年1988到1998 他認為那10年是台灣最生猛有力的年代 為什麼? 政府被灌了白髮旗放啊 那時候的禁書、禁歌 所有被打壓的一些劇團 通通通都可以演 所以美術館前三檔的作品 叫做 《狂八零》 台灣的小世界 台灣的大世界 從這10年開始 羅大佑的歌我們可以聽了 什麼什麼什麼寫的書 謾罵的書 我們可以看了 很多劇團不能演的戲嗎? 通通都可以了 那10年台灣太有趣了 就像法國1920到30年的美好年代 所以策展人就去找他 許春旭 你一直拍一直拍 你中國時報這麼多data 你說這10年你最喜歡 那請你為這展覽 選出這幾個作品 認為最可以代表台灣小世界開始的作品 好 那他就找 第一個 國會人樂男書的時候 他拍了小人物 吹氣的照片 好 許春旭他也很可愛 因為呢 他喜歡 在非常嚴肅的世界裡面 他去拍一些非常促俠的畫面 他拍小人物 不一定要拍很可愛很詭異的照片 這個會讓他的作品非常tension 叫做張力 所以這個策展人國外這個策展 他就說他希望作品有張力 作品跟作品之間有張力 這個張力我把它解釋成Fusion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混搭 所以一個作品不要一直做乖乖牌 乖乖牌 乖個三天 四天跳動一下 再回來 再回來做乖乖牌 他希望作品是有救大 這樣聽到有嗎 好 所以他不願意改選 還有一個是小樂 再吹爆跑 很可愛的畫 促俠的畫面 第二個 十周全會的時候 李登輝陷如常識 下面都是在同一個時期 他所拍到各個角落的景象 這一個女生 OK 那個一妻當官 一妻當官 萬坡莫禮 這個叫做自立自強的女人 官大親愛 他就要跟人家幹家了 好 所以他說這是台灣的小世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一次